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 和12号在北京同志中心开展的 关于跨性别组织工作会议以及交流会上 来自西雅图的著名跨性别活动家 Masha Bosa 就来给我们上了一趟 关于跨性别议题的课 所以你认为是 关于跨性别人和其他人的关系 是关于跨性别人和其他人的关系 是的 我认为 关于跨性别人和其他人的关系 关于跨性别人和其他人的关系 是关于跨性别人和其他人的关系 Cause, common in your business, is that we often on't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exual orientation issues gender identity issues and gender expression issues ..they're all put together and get mixed up so by having a conversation about those issues it makes it a lot easier to understand Transgender because Transgender is all about 许多人缺乏对变性欲者 变装者 以及其他类型跨性别概念 最为基本的了解 Masha在会议上与Less家 艾白等组织的负责人 一起探讨了关于 跨性别组织工作的问题 正如她所说的 我们需要更多的交流 更多的构图 我叫吴基酸 文文名是Estee 现在是艾白和北京同志中心的志愿者 最近我的工作就是说 组建一个跨性别的知识小组 你现在要继续谈论 继续谈论 我们有几个议题 在议题上 像支持组织 网络 与ListServes 我认为人们必须移动 现在要继续谈论 然后开始继续谈论 在之前的话 中国还没有一个真正有用的组织 能够致力于改善 跨性别群体的生存现状 如果组织 建立了领域 更多领域 更多领域 然后更多领域 然后它们能够影响 跨性别群体和 lesbian和gay不太一样 因为它们需要 医学的帮助来改变自己 包括肌宿或者手术 Marsha在过去的35年中 在美国参与 创立 并领导了很多 LGBT的运动和组织 当我们问到她 对于10年后的 中国跨性别组织的期望时 她激动地说道 我想用不了10年 中国的跨性别人士 会以更加多元 自由的形象 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 加油吧 我们的跨性别的 充足 我们想开放 我们尊重它 我们了解它 他们个人的想法 它说我爱过恨 我的痛苦给你差不多 只是我选择了生活 也许你